各位賓民們好 又到星期三 即是榮忌買球衣 今天又是介紹波爾的手錶 眼前這四隻手錶都很漂亮 就不是大家最熟悉的系列 就是它 Fireman 的系列 Fireman 當然之前說過不是消防員 而是蒸汽火車工作的人 叫做 Fireman 你看到這隻叫 Fireman Racer 阿拉伯數字都很大隻 不過不是最新的版本 有另一個版本叫 Fireman Victory 有簡潔的設計 還有四五時位置中間有日力槍 你看到小時刻度和指針都很尖銳 是很銳銳的 斯文德里也很銳銳 不過今天的重點推介就是這兩隻 因為這兩隻都有兩個殺手錶 雖然它看起來很簡約的設計 第一其實氣燈不用說了 每隻波爾都基本上有 第一就是背舞面 都很鮮薄 是11mm厚 很鮮薄 Luck to Luck 48mm 應該是適合藍士戴的版本 因為它有另一隻比較小 都是那句 錶面設計簡約 但是殺手錶 就是背舞面其中一樣 其實還有另一種大家未必看得很清楚 其實用電筒照就知道了 有上掃的錶關解鎖後 退出一格 可以調到四五時位置中間的日力槍 退出兩格 就調到時間 不是自家機芯 是通用機芯改裝 調完時間後 你就可以上鎖錶關 確保它有100米的防水性能 在錶面都寫著 自家機芯 以及100米防水 平日用非常之正 但是 當你長大的時候 你就看到 原來它是有背舞面 再加上 彩虹氣燈 是的 這隻 平時早上就看不到 但是晚上 彩虹氣燈就出現了 早上 背舞面就反光了 即是說早上的晚上 無論是甚麼時間 你都會看到其中一種殺手間 看到扣 就有波這個字樣 Friction Class 打開 就看到底 叫得Fireman 當然有輛火車 它的機芯 剛才說過 就是通用機芯 有背舞面 100米防水 基本資料 都在錶底 我只可以說 這隻錶真是低調之中 見到不平凡 戴上7吋的手腕 40mm錶鏡 錶耳就錶耳不過50mm 所以都適合很多不同手腕 的朋友去配戴 這隻 可以稱之為是藍中的版本 又另一隻 再低色一點 但都有背舞面的 女士的版本 這隻 一定是女士的版本 因為都挺低色的 但你看到背舞面 都是很漂亮的 反光的 亦都有上鎖的標觀 亦都有4-5時位置 中間的日力槍 以及3針 看看大小 這隻31mm 厚度 10.5 厚度跟剛才40mm 那隻差不多 不過 錶鏡 真是小很多 因為現在女士的 很多時都是33-34mm 或以上 31mm 都算是低色 亦都調教日力 和時間 給大家看 亦都是調教日力 調教時間 亦都不是自家機心 機心編號 是1104 調教時間給大家看 你見到 6時位置 寫了50m 這隻是50米防水 男士那隻多一倍 就是100米防水 調教時間後 你就 上鎖了 你看到這隻標 你動一動 它的錶面 背舞面 已經反光得很厲害 所以可能來遠看以為 是白色面 其實就是背舞面 重要 是藍莊那隻 也是背舞面 真是可以 當對裝 都沒有問題 亦都沒有做透底 亦都看到 火車 在這 跟剛才的 都是一樣的 機心有少少不同 以及防水性能 亦都有點不同 好在 都是彩虹氣燈版本 都很漂亮 總之這兩隻 都很漂亮 還有 還有一個殺手間 不知道大家能否提到 就是價錢 因為 其實 Fireman 都算是 波爾的入門手錶 系列 你見到 價錢 都非常商議 其實你見到 定價 都是 10,000港元 多一點 大家買開 波爾的手錶 尤其去 佐敦預貨國貨 入面的 榮記錶行 你問過 或者買過 波爾的手錶 就知道 一定有優惠 尤其是大家 看過這個頻道的話 即是說這些錶 其實都是 幾千元 這樣的價錢 我覺得 它有兩樣 殺手間 尤其最新的兩隻 背舞面 再加 彩虹氣燈 好像我所說 早上又搶眼 晚上又搶眼 大家真是可以考慮 真是非常之正的 手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好像波爾 支持地區小段 和我拍片 未訂閱 麻煩 支持我 對我來說 真的很大推動 尤其見到性價比 那麼高的手錶 真是急不及待 要和大家談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 今天的分享 拜拜